哈喽,大家好 小猪佩奇的肚子饿了 他来冰箱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呢 他打开冰箱的门 哇,我们看到了牛奶、鱼还有胡萝卜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好吃的呢 哇,佩奇发现了一个巧克力奇蛆蛋呢 上面也是小猪佩奇的图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这个小猪佩奇正在跳泥坑 哇哦,这里面的巧克力还有一半是牛奶的 上面还有五角星的图案呢 好漂亮呀 我们拆开看一下 里面有一个紫色的奇蛆蛋 这里面有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这是什么呢 还需要组装 然后这个是贴纸 还有一张说明纸条 我们来看一下贴纸上的图案 是小猪佩奇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 哦,是小车玩具 有这么多种颜色的小车 你们喜欢哪一个颜色呢 这是车的底部 这是车的底部 这是车轮 我们拔下来安装上去吧 装上去很简单 然后把它和车身拼在一起 这个小车组装起来非常简单 在后面再插一个小牌子 我们先把贴纸贴上去 好的,两面都贴好了 把它插到小车上吧 好的,这个小车玩具就装好了 我们来试玩一下 看一下快不快呢 这里还有一面紫红色的小旗子 看一下能不能插上去 刚刚好 这个小旗也可以放在小猪配旗的手上 乔治弟弟的肚子也饿了 来冰箱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呢 乔治打开冰箱 他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个巧克力奇蛆蛋 看到有巧克力 它都流口水了 这个图案小猪配旗正在沙滩晒太阳呢 也是有五角星图案的巧克力 乔治会拿到什么玩具呢 和佩奇的一样 也是一辆黄色的小车 不过上面的贴纸不一样 大家知道佩奇旁边的小动物叫什么名字吗 我们也来试玩一下乔治的 它的好像更快哦 乔治好喜欢这辆小车 他坐上去了 小车带着乔治开出去了 哇 开得好快呀 佩奇和乔治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他们一人有一辆小车 太棒了 猪妈妈也来冰箱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他会找到崎岖蛋吗 哇 猪妈妈也发现了一个巧克力崎岖蛋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惊喜玩具 这个小猪佩奇还带着皇冠和项链呢 也是有牛奶的巧克力 打开看看 诶 这一次的玩具不一样了 也是要组装的 我们看一下说明纸是什么玩具呢 开掌的玩具 上面有不同图案的贴纸 我们这个是红色的 最左边的小动物叫什么名字呢 我们把玩具组装起来吧 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哦 有两片蓝色的 然后套上橡皮筋 把它们绑起来 最后我们来贴贴纸 你们看是这样玩的吗 好像还可以甩一甩 大家想想看还有其他的玩法吗 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 猪妈妈要把这个拍掌的玩具 带给佩奇和乔治了 小猪佩奇提了篮子来超市 这次他要买什么呢 他拿起了这个三文质 还有这个 是面条 然后还有上面的这一层的是零食 好像是布丁 最上面他拿起了一瓶苹果汁 好了 小猪佩奇要去买单了 来看看小猪佩奇要给多少钱呢 我们用这个扫码器来看一下 100元 450元 お弁当温めますか 120元 好的 算好钱了 小猪佩奇拿出了一张1000的纸币 给了面包超人 佩奇看了看 他要加热三文质和面条 他打开了微波炉 我们把三文质还有面条放进去 加热好了 小猪佩奇可以拿回家吃了 我们把这些吃的装到袋子里面 装满了 我们再拿另外一个袋子 把剩下的布丁 还有苹果汁放进去 哇 小猪佩奇今天买了两大袋好吃的 可以和家人一起吃了 他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所以我们已经做了一些 如果准备吃 的 我们就会把它放进去 那么小猪佩奇 你看到那时间 那么小猪佩奇 尼 Astana